12月16号 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50天 自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一周年后 火炬 奖牌 制服等冬奥形象景观设计陆续发布 从以祥云文打底的火炬设计 到形象来源自中国古代同心园玉璧的冬奥奖牌 一系列的冬奥形象景观设计 蕴含着浓郁的中国美学文化 2月4号 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外观设计对外发布 北京将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作双奥之城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整体外观 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塔形态相呼应 火炬以祥云文样打底 自下而上从祥云文样逐渐过渡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 旋转上升如丝带飘舞 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造型 然后它是很有包容性的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 我们当时也一直在聊的就是事法自然 因为你可以看到火炬它本身的那种造型 它像一个天然的树叶也好 它像是生长出来的一个感觉 它跟很多的冬奥也好 夏澳的火炬它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之前都是偏向于那种工业感的 现代的 但是中国的文化带给我们的是 所谓大美可能是在自然界里头 所以我们把自然界的这种大美融入到这个火炬里头 10月20号 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 当天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景观 火炬接力标志 火种灯 仪式火种台等首次亮相 其中火种灯创意源自于中华第一灯 西汉长信宫灯 借长信之意表达了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和向往 它首先是跟整个冬奥火炬 它是有一脉相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感觉 它如同丝带飘扬 整个是旋转向上的 那个整体的一个感觉是一样的 考虑这个设计的时候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一些 所以这个灯的造型其实是灵感来自于中华第一灯 就是长信宫灯 2000多年前西汉的这样的一个宫廷用的灯 所以它的造型和比例看得到它是很古朴 然后同时又很优美 很优雅 10月26号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 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发布 北京冬奥会奖牌由圆环加圆心构成牌体 形象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玉壁 共设五环 五环同心 同心归圆 表达了天地和人心同的中华文化内涵 我们最终选取了这个五环同心的概念 一方面跟古代的玉壁在形式上就有一个统一性 实际上这样就跟08年的玉的概念 它有一个延续这样更加能够展现双二之成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五环同心实际上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态来传达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全世界人民在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之下 能够团结在一起 能够共同分享冬奥的快乐 10月27号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正式亮相 冬奥制服装备将供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工作人员 技术官员及志愿者穿着使用 据悉冬奥制服装备的外观设计 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山水化与冬奥会核心图形的雪山图景 用山水的这种方法来做的衣服 其实可能它会象征着我们工作人员与志愿者 这种参与者它的这种博大的胸怀 同时呢我们是展现这个北京冬季赛事的这个自然景观 以及这种人文景观 就是中国化所传达的这种意向 标准设计里面有这个长车灰 所以用了这个既有水墨的意向 同时这个衣服可能更加稳重素雅一点 最好 最好